我们看看赖清德 他到底现在呢 能不能出得了门 我们看到出访友邦顺道过境美国 可能吗 林嘉龙说目前没这样的规划 真的是有这样的规划 只是做不到吗 还是说是真没规划 绿营的人士也有说 其实访问中南美洲友邦 过境美国本土是最佳的方案 但是到底有没有可能呢 怎么现在看起来 这可能性是越来越低 然后有人甚至还说 那要不然的话 访问南太平洋友邦 过境夏威夷或关岛 那也可以算是美国的领土 这是另一种途径 要不然再退而求其次 蔡英文代为出访 行不行啊蔡委员 蔡英文卸任的人 他爱到哪里去 反而他不能到哪里去才是问题 比如要去英国 英国他的母校在那边 他去都不能去 这才是问题 他想去德国 德国人门都不让他进 那请问你 谢思维不是住德代表吗 你到底平常都在吃喝玩乐 什么事都做不了 是不是 再来这个 赖清德 因为赖清德是有公职身份 有总统身份 所以去才是重点 那请问你去有什么意义呢 你说南太平洋就是去帛琉啊 去帛琉什么意义啊 帛琉就是美国的附属国啊 对不对 美国说可以就可以 说不行就不行啦 完全是在川普政府怎么说嘛 那我们能够去认吉巴拉圭 不是更好吗 可以过境纽约啊 不是更好吗 但是目前来看的话 就看林佳龙怎么努力啦 对不对 那如果努力不出来 那也没办法 不过终归就是一个问题 如果你是能够在中美之间做平衡 你就算是残存政权 还是有价值 你还是有力量有价值 如果你偏哪一边 你以为大陆是哪里没办法 想太多了 好像只有美国可以打台湾牌 大陆打台湾牌可行得很 那怎么打 很简单啊 我就派军队围到你十二海里啊 那美国就很紧张啊 兄弟兄弟 你可不可以离远一点好不好 我说好啊 要离远一点 守一身 来交换 对不对 要不然他不客气啊 没事干啊 今天凯达格兰大陆 发个导弹给你打一下 对不对 对不起我误打了 可不可以 没有人守不冷啊 你也拦不住啊 或者说 我不小心把你爱国贵 他自己给炸了 美国都可以误炸南斯大夫 中国大使馆 为什么不行啊 或者在空中 我们F16很强 那故意把你打击肉一下 你能反击吗 他就跟美国讲 I'm sorry 我把你的小弟给打伤了 来来谈 你要真的开打吗 试试看 这个在中国大陆 在打台湾牌 他一方面就告诉全世界 我在每天绕啊 每天绕啊 这个就是我的领土 哪里不服气站出来 你没有人敢不服气啊 对 他已经用实力告诉你 台湾就是中国领土 是要行政区啊 省啊 或者什么 什么波多黎各 或者是北爱兰 随你讲 你来谈 那赖金泽敢去谈吗 赖金泽整天骗台湾老百姓 我们能够独立 我们是有主权独立国家 我们有民主自由的国家 跟美国 跟美国民主党一样 整个话虎烂 有用吗 这个是个实力对决的时代 那你的实力 如果不够一方 你看看不了美国 你也看不了中国大陆 那你最好的办法就是 两边互相为用 有谁两边互相为用 玩得很开心 看看全世界有没有啊 有 玩得很开心人多的事 对 那就是你不会啊 对不对 举个例子 巴西很开心啊 他在访问中国之前 先跑进美国走一下 哎呀对对对 我给你打个招呼啦 老大我给你打个招呼 我要去走一起 我们家走一走 你不要生气啊 就这样跟你玩啊 印度也很厉害 印度也一样啊 印度更投机啊 对不对 那可是他不是啊 他说我不是中国人 我跟中国接触 就会沾染中国病毒 他不是这样的概念吗 那你也不是美国人啊 那你也不是日本人啊 他是不是日本人 我不知道了 他头发像日本人 对啊 所以 这个就是惨况啊 那大陆 他是在什么 他是在管他自己的事 没有空管你 如果他真的想管你的话 你还有路可逃啊 刚才那个 盛宝室讲到说 哎呀 这时候准备谈判 我跟你讲啊 美国根本来谈都不跟你谈 因为大陆 一定要跟你谈嘛 日本的知名学者 其实在台湾 很多人喜欢听他预测什么呢 预测选情 因为在过去几次 他针对台湾的选情呢 确实是有一些神准的预测啦 但是在接下来呢 他现在看川普胜选了 那么到底有没有可能成为台湾的噩梦啊 结果呢 看起来他的论调显然是对于台湾的未来 比较悲观 比较保留 比较保守的 针对未来可能的发展 那么他整理出了六点分析 川普当选可能是台湾噩梦危险征兆 这个就是这个日本学者讲的 而且他说什么呢 局势恐将有利于中国 好里面当然谈了很多有关于 川普过去对于台湾比较不友善的言论 那么都要台湾交保护费等等 他都有提到 不过呢 他就说到了 新政府 川普新上任 新政府可能将会安排对中国强硬派人士 是否有实质强化台湾安全的意愿 还需要时间判断 然后他说啊 川普当选对台湾影响近似噩梦 而川普不确定性对中国来说也同样的存在 反而中国会更为困扰等等 小利元表示这些乐观论调可能也包含 为因应川普冲击效应的风险管理的心理 那么他呢 既然对于台湾接下来比较悲观 那他又说了一句 他说那希望只是起人忧天 好 听听看这个盛风委员的意见 这样子台湾要多听听一些 不刻意去讨好台湾 也不刻意讨好中国大陆的一些人的言论 因为我们现在用的太多 都是刻意讨好某一边的言论 然后自己大放 其实那都是自己在骗自己 小利元我 因为关心台湾政治很大 都会注意到他 基本上他的一些看法 是蛮务实主义的 然后他不刻意去讨好谁 他只是把他观察到告诉大家 他这六点我统括起来 这几点 因为他六点那个文字看起来 有时候还是有一点凹牙 所以我们把他换的讲得比较白话 大家听都懂 他是日文翻英文 英文叫做 这个有点凹牙 但是我们统合起来就这么几句话 第一个 美国能量会除夕抗中 但不必然要保台 抗中跟保台是投稿的 这是第一个 他很重 这来告诉大家第一个事情 第二个事情 他也明白地告诉大家 中美之间的实力 已经有一个改变 这个改变的情况下 台湾还在选择过去的路 对吗 他里面一函的 这个很强烈的意思 对吗 那各位只要再想一想 我们只要看过去跟看未来 过去的16年到18年 到今天24年 这8年时间 中国大陆在经历改变了多少 多了两三号空母舰 是 是吧 C1919出现 然后印20开始使用 然后这个别斗三号 全部完成 太空站 灌热使用 然后新能源汽车 你会发现 在这个8年里面 它几乎是 明天的转变 然后间变的压制的情况下 出现个今天的这个 这个华为的手机 那个间变从哪里来 到底还在拆 是吧 对 点点 这个里面 相对于美国这几年 它是在不断的解决 它要产生的问题 它有没有产生新的东西出现 你注意看 中国大陆不断的产生新的 但美国不断在用旧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 这个我用这个比较不用数字 是用个比较具体 让你让你去想一想 这个时候 台湾你还在维持你过去的两岸 跟中美的政策 那你你按照你会细 我们我们的头脑没有更新 对 因为这个改变了 但是我们不愿意去看到这个改变 那这个不讨好两边的人 他就告诉你 诶诶诶 改变了 你如果每天都没去注意 那你这样子会很惨 OK 这个是他讲了这么多 事实上他所告诉你的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情况 第三个 他说川普 川普他对台湾的几次的讲法 那不是偶而一次 他是对 你们偷我的东西 你们要叫保护位 你那个比肩大小 这个点点点点 都不是偶而一次 他是讲了几次 而且讲完以后 他没有否认 他不像那个拜登说 我要荒卫台湾 讲错话了 不是 他没有否认 也就是说 他根深蒂固的 他是使用这样的想法 可是我们不愿意面对 其实他这篇的整个的讲法来 就是说 我们不愿意面对川普这个人 我们不愿意面对整个 国际大情势 中美情势这样大的改变 我们不愿意面对 美国现在要应付中国大陆 心有疑 开始力不足了 力不足的情况下 他还是为抗中 因为这是他的基本立场 但是他抗中都已经很辛苦了 他抗中不是为了保抬 他抗中是为了他自己 这些你们想得好 所以他六点 看起来是很辛苦的 熬牙的文字 事实上他主要的精神 就是告诉你是这样的事情 姐妹们从烦恼脸上细纹 干燥与暗沉 现在起跟我一起放心交给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它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加肌肤 弹性水嫩 轻松不平皱纹 换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国附路 全校精华 精华霜 即刻启动 动灵密码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